彩繪稻田 彩繪稻田它主要是把有顏色的稻子和不同顏色放到田裡面去 那我們是在田裡面先畫出九宮格 然後再把我們想要畫出來的圖樣坐標到田裡面 然後把不同的顏色插到田裡面 就會呈現這個圖案出來 這個團隊是這一群的稻農來組成的 是新的團隊所以是困難度是很高的 藉由他們的工作經驗也提出了很多提高效率的方法 所以我非常滿意 第一次的經驗這個圖形的話 我們也不了解 好在有那個張博士總共指導 也知道說稻座的成長有一定的時間 可能要差不多一個月以後才可以看到它的成果 我對這群稻農非常地有信心 我也期待著他們的作品能夠完美地呈現給大家 再和我們分享一下